香甜軟糯的月餅是中秋節最應景的甜點 不過可別小看這小小一顆裡頭的熱量可不低 統計下來熱量第一名是大顆的雙黃月餅 平均熱量落在790卡上下 第二名廣室月餅也有600卡 綠豆碰 滷肉碰也全部都榜上有名 特別是對三個患者更得有技巧的來吃月餅 蛋黃酥可能一顆是一碗飯的熱量 那我們會建議以糖尿病人來講 因為他其實蠻在意裡面的含糖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建議他只能吃半顆 那很簡單你晚上還是換掉半碗飯的熱量 營養師特別針對三個患者列出不同的禁忌 像是高血糖糖尿病的民眾 最好避開裡頭是高糖腺的鳳梨酥或是流沙類 如果高血脂的則要避免含油量多的滷肉餡 高血壓要控制鈉含料 所以鹹口味的餡料就要忌口 想用月餅的時候也可以搭配無糖綠茶 或是無糖咖啡來幫助油脂 快速代謝 無糖的咖啡或者是無糖的茶飲 不管是綠茶紅茶或是烏龍茶都可以 他主要目的是幫助你這一餐裡面的糖跟油 把它代謝出去 但是他必須得搭配運動才有幫助 腸外不好的民眾也可以搭配無糖的優弱乳 幫助消化 有技巧的挑選月餅來吃 才不會讓中秋節變得月圓人也圓 巴拉新聞和平李宗媛採訪報導 民生發方式近在一小時 趕快訂閱我們八大民生新聞的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先來開啟小鈴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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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